近年来,患肝癌的人数在美国成倍增长。 从2009年的2万人,至今已经增长到4万人。 引发肝癌的原因也有了新的变化。 在过去,主要是饼形和乙形肝炎以及酗酒引起的肝癌。 现在由肥胖引发的脂肪肝引起的肝癌,已经成为了主要的原因。 亚裔社区乙形肝炎仍然是主要原因。 在美国,肝癌发病率的最高族群是原住民印第安人,其次是亚裔和西班牙人。 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,超过75%以上的初期肝癌患者通过治疗能达到5年以上的存活率。 因此,早发现早治疗是治疗肝癌的重要条件。